全家福照片旁写着十年等待 德语终于到来 立面还有儿子的读照 这是立委蒋万安送的明月礼盒 这两天在台北市议会 不少人都在问 你有拿到吗 简单的小饼干 还有传统的油饭送给亲朋好友 当然包括在立法院的同事 以及党内的好朋友们 把这样的喜悦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这赠送对象 蒋万安还说漏了一个党 因为民众党议员林国成也收到了 不免被解读是在拉拢吗 过往蒋万安三节送礼 除了自家议员 同选区的民进党议员也有 但这次明月里 没送绿营议员 却不忘民众党 难道是想促成2022蓝白河 沾沾喜气之举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政治的想法 当然表现好 对方就有压力 那蒋万安李树作道 那黄珊珊当然也有压力 身兼台北市党部局委 未来民众党首都部局 也掌握在林国成手中 只是黄珊珊靠着防疫民调爬升 形成一大威胁 一旦蒋万安要披挂上阵 双方整合不成 恐两败俱伤 蒋万安这次送离选择 当然格外引发联想 因为明年2022万安极有可能代表 国民党角逐台北市党宝座 所以这个时候送离对象的选择 当然也可能引发外界的关注跟联想 但是我相信虽然不同政党之间 大家平常有不同的立场 甚至有竞争的关系 但是政治也不坏乎人性 蒋万安得一和明月里 幸福的背后 隐藏明年市长宝座的选举角力 TVBS新闻无科研尼匹台北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